现在我们以来欢迎今天创业说明会的主持人 许嘉迅 欢迎她 好 谢谢康莉的介绍 那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首先感谢系统 感谢上线 我叫做嘉迅 那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今晚的活动 真的非常开心 可以见到你们 那今晚呢 我会是这场主题分享会 处在后疫情时代的我们 该如何居为宿便 闯出一片天的主持人 那在我们的会议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的音响组已经将各位的伙伴 Zoom呢 调制静音模式 以免干扰到我们会议的进行 那在结束会议后 也将会有问于大家的环节 所以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问的问题 都欢迎你们提问出来 你们可以透过AMU的方式 或是也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Chatbox里面 那如果是用手机观看会议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用手指来放大荧幕 以利于观看体验 那在疫情已经持续快三年了 相信很多人都面临了很大的危机 像是打工一族就遇到了财源减薪 传统生意呢 也因为国家的行动管制令 大幅度的影响到生意 有些甚至被迫倒闭 那这些发生也导致了许多人在网路上 开始寻找赚钱的机会 可是网路上的平台那么多 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一个 能够让我们只需要一台手机 就可以开创全球的事业呢 那今晚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讲师 来我们分享关于一环球这个平台 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赏声 欢迎敬礼讲师 好 谢谢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静尼 首先感谢系统 感谢上线 那我是静尼 很高兴啊 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 今天呢 有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崭新的创业商机 好 现代的人呢 都几乎机不离手嘛 那移动互联网是目前 以未来最大的创业商机啊 那我们也知道人工智能呢 现在几乎都可以替代很多的工作 像是这个餐饮业 服务业 制造业 运输业 以及运输业 甚至呢 还有一些专业的领域 职业呢 像是这个法律业 航空业 医疗业 工程业 那相信呢 接下来啊 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行业 会被这个人工智能所取代 所以互联网大时代的来临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危机 还是一个机会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有什么危机 其实呢 我们不难发现啊 很多的传统生意的老板 或者是一些大企业啊 都相续的倒闭 可能你会想 我是一个打工的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当然是有关系啊 因为呢 如果这些大企业 这些生意 他们都倒闭了 意味着我们这些上班族啊 的失业力呢 也会节节的上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 虽然现在互联网以 人工智能呢 带给实体业 以及上班族很大的危机 但是呢 同时啊 也崛起了很多的网络企业 他们呢 在短短的时间内呢 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像是这个亚马逊 Amazon 还有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还有这个Uber啊 AB&B 面子书等等啊 那根据报导说呢 在2020年全球有超过 20亿人透过网络购物 那消费总额呢 是4兆美元 那超过 预计呢 在2025年的时候呢 会有超过25亿人呢 通过网络购物 然后总 消费总额呢 达到12.8兆美元 那看到这个数据啊 可能大家会想 网络创业 但是呢 网络创业它的平台那么多啊 我们要如何去做选择呢 也许可能 今天你已经开始在 网络上经营电子商务 或者呢 你也不曾经营电子商务 但是都没有关系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一起研究啊 一般人是如何经营电子商务的 那大部分人呢 现在都在做微商嘛 那一般上微商 它所面对的烦恼呢 无外就是存货 这样呢 才能争取到比较低的价格 还有就是包裹物流 很多呢 都是需要自己去包裹 自己去寄货 再来就是汇款 汇款呢 它的只限于呢 这个国内的市场啊 还有劳资成本的问题 总的来说呢 如果微商啊 它想要扩大它的营业额 它就需要去面对这个囤货 只要呢 它的营业额够大 就需要仓库来做囤货 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生育越大呢 不够时间做包裹 寄货 也就要请员工 需要给工钱 但是呢 生育额啊 只限制在国内而已 所以呢 收入也会被局限的 所以呢 以上啊 都是大部分微商 它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一再证明了 微商呢 它并不是很理想的 网络创业平台 这样子做呢 其实就是等于 把传统的生意 搬到线上做而已 还是呢 会面对这个传统生意 所不想面对的 劳资成本问题 那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生活在这个互联网的大时代嘛 我们已经 无路可退了 如果呢 不想被这个人工智能所取代 又想要在网络创业哦 是时候呢 我们要来研究 一环球 这份事业 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 会有信心说 一环球绝对是 您想要的国际创业 网络创业平台呢 首先啊 我们先来研究 我们先来研究一环球 它是 它不需要囤货 也不需要资金 而且呢 它是免费加盟的 那我们也可以 24小时全年营业 开拓全球的分店 只要我们 我们呢 都可以自由安排 自己的时间 在线上运作 那经营权呢 还可以传承给 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啊 那我相信呢 所有的企业家 都是想把建立起来的事业 代代相传的 对吗 如果呢 我们把这个一环球事业 建立起来 随时啊 都可以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接下来呢 我们 再让我们来一探讨 到底一环球 它具备了什么样的优势 和独特性 首先呢 一环球 它投入了庞大的资金 做研究开发 和产房的设备 一环球呢 目前在美国 新加坡上海都有自己的厂房 公司呢 它也不惜成本 成本 采用最尖端的科技啊 和最先进的机器设施 以确保呢 能够把最安全 保留最高营养价值 而且呢 把最有效的产品 交到消费者的手上 那怎么说呢 有研究和开发 和产房的投资呢 都是对消费者的权益 也是呢 对经营者拓展国际企业 最有利的优势 因为呢 产品是一个企业的命脉 一家呢 有自己研究开发的公司啊 证明它是有永续经营的诚意 只有呢 拥有自己的研究开发 它才能够保 确保啊 能够制造出市场上 独一无二的产品 而且呢 有研究开发 才有办法提供 符合每个时代的市场所需的产品 会有竞争力 就好像一部手机 有研究开发的公司呢 它才不容易被淘汰 那我们要如何能做到呢 一环球啊 它拥有自己的 它也有呢 自己的这个科技软体 也就是Elite Apps 那通过这个App啊 只要输入地址呢 我们就可以 寄货到一环球所进入的国家 而且是自动物流机制的 完全的就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包裹 寄货 而且呢 根本也不需要 承担物流的风险 那一环球的这个App呢 它还有E-Wallet 电子钱包 一环球这个电子钱包 就是一个金融系统啊 那通过一环球电子钱包呢 我们可以转账啊 付款 一环球也接受啊 信用卡 PayPal 支付宝 微信支付的付款方式 那通过Elite Apps 我们就可以在24小时 全年营业开拓全球十多个国家 未来呢 也将进入五十多个国家的市场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环球的创办人 称赵飞博士 赵飞博士呢 他是营养民学的创办人 也是这个领域的权位 那他是一名微生物科学家 研究癌症长达三十多年 那赵飞博士呢 他也获奖不数 包括呢 美国十大杰出青年奖 国际本草协会最高荣誉 Martin Delacus奖 那这个奖项呢 也被誉为本草界的诺贝尔奖 而且呢 还被推选为全世界杰出华人之一 那赵飞博士呢 他的助级也繁多 像是有打造黄金免疫力 营养免疫长寿等等 那除此之外呢 一环球呢 他还有专业的领航团队呢 包括呢 专业的医生 法学博士 电脑科技专家 还有啊 金融管理专家 那这也代表着 如果我们选择一环球合作的话 我们就有这么强大的国际企业领航团队 做我们的后盾 而陈兆飞博士呢 他的宗旨就是要教育人们 营养免疫学 带给世人健康与智慧 那讲到营养免疫学 我想问大家 全世界最好 知道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在哪里吗 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那什么是免疫系统啊 免疫系统呢 它是由多个免疫器官组成的 包括淋巴 脾脏 胸腺 骨髓 甚至是盲肠和扁导体 都是呢 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 那只有呢 当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处于健康的状态的时候 它才能够保护人体 免疫疾病 因为根据 营养免疫学专家 你的研究啊 显示 90%以上的疾病呢 都是以免疫系统 故障有管的 那为什么我会说 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是免疫系统 因为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它每一天24小时 都在帮我们 扮演这三大功能 也就是抵抗清除 以及修补的功能 首先 让我们来看 扮演着 抵抗功能的细胞 左边这个呢 是V细胞 V细胞呢 它能够产生 各种的抗体来 对抗各种不同的 细菌和病毒 那我们一生当中呢 生产超过11种不同 可以生产超过 11种不同的抗体 那而且呢 对于曾经 对抗过的病毒啦 V细胞呢 它是会有 记忆功能 然后当它 碰到同样的病毒的时候呢 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够产生 所需要的 这个抗体 去消灭它们 那右边这张图呢 红色的是 人见人怕的 癌细胞 那周围这些白色小球 是自然杀手细胞 NK cell natural color cell 自然杀手细胞呢 它是癌细胞的克星 它负责呢 摧毁各种体内的癌细胞 当它发现 体内的癌细胞 它们呢 就会把这个癌细胞 变成纤维状 而这些被摧毁的癌细胞呢 它就会靠 另外一种细胞 把它拍出体外 那接下来这张图呢 是我们免疫系统的 清除功能的细胞 左边这一颗呢 有促爪的 它是巨尸细胞 它呢 会伸出促爪 然后把体内的病毒 还有大肠肝菌 并且各种的垃圾毒素 勾着 然后呢 它会张开它的嘴巴 把这些垃圾吞掉 吞到饱和之后呢 它就会通过痰 把这些垃圾排出体外 所以呢 赵菲博士啊 也称它为人体的青道夫 那幼图呢 这个血是我们血管中啊 它负责清除工作的吞滞细胞 它是以舞动的方式啊 在我们的 就是吞滞我们血管中的胆固醇 酸酸甘油脂 还有各种的毒素 然后呢 它会通过大小号 排出体外 接下来呢 这个是修补功能的细胞 那当我们的身体受损 就是我们身体受损的组织和器官呢 其实呢 它是会自动的去 修复了 那我举个例子啊 为什么呢 有些人 它的伤口呢 它受伤了 很快就能愈合 而有些人呢 它的伤口 却很慢才能愈合 其实啊 它的快跟慢啊 就是在于 它这个修补功能的细胞的强 与弱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到底营养 免疫和健康 它们有什么关联 那根据营养免疫学家的研究啦 一个人呢 他要获得健康 我们 他的免疫系统呢 就必须要强壮 而增强免疫系统呢 就必须要时间 健康的作息 也就是呢 要有 足够的睡眠 适度的运动 保持愉快的心情 还有 摄取正确 纯净均衡的营养 那根据营养 免疫学家的研究啦 免疫系统 需要不同的营养 来对抗不同因素 所导致的癌症 那第一种 那第一种导致癌症的因素呢 是 致癌的荷尔蒙 和各种化学毒素 在饮食中呢 我们会摄取到 这些肉类啊 海鲜啊 还有这些动物性的 荷尔蒙 还有呢 当我们压力的时候啦 我们的人体呢 也会产生一种毒素 有毒的荷尔蒙 大量不同种类的 这个植物营养素呢 它就可以来对抗荷尔蒙 以及这个化学毒素 而导致的癌症 那第二种 导致癌症的原因呢 是因为自有机 像是那些 煎炸食物啊 吸烟 还有我们空气中 各种的这些毒素 太阳子外线 身体的新陈代谢啦 也会导致自体 我们的自体产生自有机 而抗氧化剂呢 它就是 消除体内自有机 抵抗自有机 所导致的癌症 那现代的人呢 他也面对了 各种病毒的威胁 而且呢 还要每天面对 这些辐射啊 所以呢 我们的人体啊 是需要多种类的 多糖体 来预防辐射 以及对抗 病毒所导致的癌症呢 OK 接下来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 基本的营养 还有什么是 营养免疫学食品 那你们知道 它的差别在哪里吗 其实呢 基本营养 它就 包括了像是这些 碳水化而物 蛋白质 维他命 脂肪 矿物质 那这些呢 只是提供 人们呢 基本的营养 来维持生命而已 但是呢 我相信啊 现代的人啊 他是不会因为 缺乏基本的营养 而得到疾病的 而90%以上的疾病呢 都是以这个 免疫系统有关 而营养免疫学 所提倡的 预防胜与治疗呢 它是专门研究 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 植物营养素 抗氧化剂和多糖体 那经过营养免疫学家 超过30多年的研究啦 以科学的 研究数据证实 摄取正确的营养 能够呢 让人 人类啊 获得健康长寿 OK 那接下来呢 我想问大家 如果我们要做生意啦 我们是不是需要 有市场 那一环球 它最优势的 就是它的健康产权 营养免疫学 而且呢 一环球的产品 它追求的是 独特 一环球的产品呢 它是自己生产 自己制造 自己 销售 没有经过代理 市场上呢 也是买不到的 这就叫做独特 那安全呢 一环球的产品 它有经过 2000多种的 安全检测 甚至呢 采用不需要添加 任何防腐具的包装 从零岁到老呢 甚至是连孕妇啊 都可以安全使用 那健康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产品 它能够做到 预防 那生病的时候呢 使用呢 它能够 减缓 恶化 以及加速 抗护 再来就是有效 一环球是以 营养免疫学为基础 做研究的 所以呢 它的产品的功效 是以科学的数据来证明 它呢 是能够 帮助我们提高 免疫系统 让每一个使用者啦 都能够 获得这个见证 那市场上呢 也只有 一环球 有这个 全身调理的计划 全身调理计划 那在这个 全身调理计划里面呢 它就有包括了 这个邪轴曲 菌菇 炼美 新欢 藤蜜和乔律 OK 现在 我就先来跟大家 介绍 这个富含 植物营养素的 邪轴曲 它呢 是结合超过 一万多种 植物营养素 蟹人长和 富含人生 照干的 西洋神 那邪轴曲呢 它能够 快速提升免疫系统 有效的 脊抗荷尔蒙导致的癌症 然后还可以帮助消炎 以及加速伤口的抑合 那再来就是 多种 菇类 多糖体的 菌菇 它的主要成分呢 有 冬虫下草菌食体 乌龙 追龙 巴西 蘑菇 绝明子 还有蓝莓 那它是呢 能够提升 自然杀手细胞活动量 它高达49倍 还有呢 能够快速的 毁灭 细菌 病毒和 癌 细胞 再来 自由基 是老化的 追回祸手 那科学真实 科学家真实的 抗氧化剂 它能够有效的 对抗这个 自由基 所以呢 炼酶 它主要的成分 是大自然界 具有 高抗氧化剂的 几种植物 当时仙人掌果实 炼酶 sorry 仙人掌果实 玫瑰 真叶樱桃 以及的蔓越莓 那使用炼酶呢 它能让我们的身体 产生足够的胶原蛋白 延化老化 以及增加细胞修复核的再生能力 那从我们 还未 还没有出生 我们的心脏呢 就已经不停的在跳动了嘛 那但是要如何知道 一个人的心脏 它是否是健康的 我们就必须要检测 它的心跳嘛 那 像是 检查胎儿的心跳啊 还有呢 就是鉴定 就能够鉴定这个胎儿 它是不是健康 那这个心肝呢 它主要的成分就有 三大蓝莓 腹盆莓 以及蔓越莓 那它能够呢 滋养啊 血管中的吞噬细胞 也能够强化心脏的功能 再来 我们的肝脏啊 负责了500多种的功能 而且呢 它是没有痛感神经的 所以呢 为什么 大多数那些患了 确诊这些肝脏疾病的人呢 往往啊 都是已经来到墨西呢 所以啊 鼓励大家 采取预防生育治疗 那这个藤蜜呢 它主要的成分 就包括了 万寿果 寂养神和罗汉果 这些呢 这些成分呢 它是滋养肝细胞 肝脏细胞 所需要的营养 那想 还有呢 可能 会有人想要 方便 天天摄取 足够的蛋白质 以及纤维 那我也强力推荐啊 这个美味可口的巧绿 它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有大豆 十多种的 蔬菜水果 以及羊车煎脂 而且啊 一包的巧绿呢 它只有150大卡 是现代人的理想 完整代产 那 听了那么多之后呢 可能啊 有些人他会说 选择一两样来使用 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还要 还需要使用 这个全身调理计划呢 因为啊 我们要知道 我们人体 有80兆的细胞 免疫系统呢 以这个全身 九大系统 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的免疫细胞 在身体呢 是可以存活 90到180天 如果呢 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的 免疫细胞 在身的话 我们一年呢 就必须要滋养 啊就是 至少啊 要滋养90天以上 像是一些 比较严重的疾病啊 其实它都是 都是 有一个或者是 多个的系统 故障所引起的 所以呢 以全身调理计划开始 让我们的全身 细胞器官 都得到全面的 滋养和调理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健康 那了解 以上的产品呢 现在我就 大略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一环球的制度 那一环球的奖金分配呢 它简单透明化 而且呢 没有关卡 一环球的会员呢 它是免费甲 然后一美金 就是等于ESV Sales Value 那组织第一代的SV呢 也叫做DSV 只要呢 我们达到PSV200 DSV400以上呢 就可以享有2成10% 是DSV3200 就可以享有最高7成 共50%的奖金分配 那我们要如何来设定目标呢 第一阶段 就是我们要成为 自己要成为精英3200 那第二阶段呢 是产生4个精英3200 3200 x 5 就等于 美金16000的业绩 再乘上10% 我们呢 就能够享有这个 1600美金的月收入 那来到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教导 以及协助我们的六家分店 进行第二阶段 也就是教导 协助每家分店的 赚取1600的美金 1600的美金 再乘于6 就等于9600美金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320美金 我们的总收入呢 就可以来到9920美金 那有些人啊 他听到一环球的 创业的优势 但是呢 他可能会告诉我说 哦 没有兴趣啊 或者是 我很忙啊 你看我哪里有时间做 又或者是我的家人 不喜欢我做这些 等等的想法 那我就会跟他分享啊 我之所以会 投入一环球 事业的一个观念 那我今天呢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 呃 就是 您听过职业 与事业的区别嘛 那您的职业啊 也就是您所做的工作 是属于您的老板的 您在整个企业中呢 它是有一个 独特特殊的功用 假如您不想做这件事 有人会做 所以呢 在任何职业的任何工作 都不是您最后的目标 而只是透过一种方法 通往您的目的地 也就是事业 那唯有您的事业 才是属于您自己的 这是您的计划 您的梦想 您的生命 在整个事业中 您有很多事要做 并要求都能做好 但是呢 在完成每件事的中间 您要能够在其中 看到未来 就算您在做 一件不起眼的事情 也要想到 这未来可能 有的成就 因为您不是在 寻找更好的职业 您是在寻找 更好的事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研究 什么叫生存性收入 那生存性收入呢 它就是说 有做才有收入 没有做就没有收入 所谓的手停口停啊 那刚才呢 我有提到嘛 卫商上班族 甚至是专业人士 像是医生啊 律师 工程师等等 他们的收入呢 都是属于 这个生存性收入的 举个例子啦 假设今天 我是一个医生 那我一天呢 只能看多少个病人 收入呢 它其实就是 局限在一个人的 体力和时间 所以呢 收入呢 是很难再增加 那可能呢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啊 他就会想要做 自己做生意啊 但是那些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呢 因为呢 老板他可以请员工 也可以开分店 然后也不需要靠 个人的体力 或者是时间的限制 但是呢 发展性呢 他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老板 他必须要承担 资金 薪水 花红 收账等等的问题 所以呢 很多时候都是负担 大于结果 那 像是老板 他想把生意扩大的话啦 但是他没有 就是 一定的生意量 然后 没有办法 承担那个 租金的费用啊 又或者是 顾客 收账 然后收不到账目啊 他 这些呢 都会导致他 血本无归 就是所谓的赚了十年 都亏不起一年 就像这个1997年的经济风暴 还有目前所面对的疫情和网络冲击啦 导致了很多传统实体业 也面对了 同样的危机 负担待遇结果 那我们呢 要如何才能够摆脱生存性和发展性的 收入的问题呢 除非我们能够来到这个3%的安全性收入 但是呢 市场上 拥有安全性的收入的人 我们也看到3%的也不多 这些人呢 就像是这些大企业家等等 那有些人呢 他可能啊 会想说 反正我也不求大富大规嘛 生存性收入也没有关系啊 问题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 现在呢 大部分的人啊 都是 都大多数都是25岁 他入社会工作 工作到65岁 退休 那这中间呢 他有40年的时间 需要去打拼 那我们如果都是一个人在工作的话 在这个40年里面啊 我们要确保我们不能够发生任何的意外 像是工作意外啊 交通意外啊 交通意外 或者是我们健康上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是我发生了什么意外 我倒下 我的家人 要我养的人 想办 其实呢 全部人都会直接收到牵连的 那还有呢 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老板 我的生育做到不错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发生车祸 我倒下 我的孩子还小 他也是不能继承我的生意 又或者是我今天是一个医生 我的孩子他不是医生 如果我倒下了 我的专业也是没有办法传承给我的孩子 所以说呢 我们40年里啊 里面啊 还是一个人在工作 是有很多很多的风险的 那了解了 这个40年一个人工作 有那么大的风险 我们有没有方法 就是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其实呢 是有的 我们呢 是可以通过一个方法 叫做 倍增 那在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倍增市场学 那什么是倍增市场学 在这里 我举个例子 像是第一个月 我们自己研究探讨 认同过后 我自己就是一个总店 那第二个月呢 我找到另外一个朋友 他也开始来研究探讨 认同过后呢 他就加入 我们就有两间店 那第三个月啊 我们各自呢 也开了一间分店 那我们一共呢 就有四间的分店 那继续这样开下去 第四个月 第四个月就有八间 第五个月有十六间 第六个月有三十二间 第七个月有六十四间 第八个月有一百二十八间 第九个月有两百五十六间 那来到第十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五百一十二间 的分店 再来我们十 第十一个月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 一零二 一千 一千零二十四间 第十二个月有两千四八间 第十三个月有四千零九十六间 以此类推辣 来到第二十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有五十二万间的分店 如果再继续备增下去 到了第二十一个月 我们会有一百万 第二十二个月有两百万 第二十三个月有四百万 继续再备增 来到第三十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 需要两年半的时间 分店呢 就可以备增到五亿三千六百万间 那当然呢 我现在 并不是要跟大家谈什么数字的游戏 只是想要跟大家 想要跟大家 告诉大家 备增的精神点呢 它不在于这个前面的一二十八 而是呢 后面这个五亿三千六百万 那通过备增呢 两到五年 假设我们的组织 一共有两千间分店的话 如果其中一百家分店呢 它每天开 开业四个小时 那一天呢 就会有四百个小时 如果每家分店 它都有二十个固定的消费家庭 组织呢 就会有两千个消费家庭 只要每个消费家庭呢 每个月消费两百美金 整个组织 就会有 每斤四百千的业绩量 再乘上十八千的奖金 我们就会有 四万美金 的收入 那通过备增呢 你可以备增什么 您就可以备增这个 人 备增业绩 还有啊 备增收入 不止如此 你还可以备增时间 同时解决我们四十年一个人工作风险 来到这个安全性的收入 那我选择一环球国际网络创业平台呢 因为呢 它具有以上我跟大家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五大要件 也就是公司产品制度 市场以及教育 它是缺一不可的 那一环球公司呢 它拥有超过三十年研究开发的信誉 独特安全有效的产品 人性化的奖金 分配制度 以及广大的这个国际市场 除了选对网络 创业平台啦 我们还需要有一套经营 已经被认证 应证成功的教育团队 那就是EVG系统环球 那EVG系统呢 它拥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最佳成功团队 它呢 能够协助组织成功创业 备增组织以及业绩 打造永续经营的企业 那EVG系统环球之所以 能够持续不断的延伸成功的领袖 就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 一对一个人栽培 EVG团队 也提供了各种培训课程 去协助我们扩展组织 那成功还有这个系统 还会举办这个成功大会 国际事业研讨会 那现在呢 我们做线商 EVG系统呢 也提供了我们这个远途视频会议 提供世界各地 来自世界各地的伙伴 同步培训做教育 那EVG系统环球呢 它还提供我们了面子书 最新的资讯 还有呢 也拥有自己的系统网络 I'm sorry 系统网章 像是这个系统电子资料库 收集产品解说 以见证 事业解说 以见证的视频 还有呢 面子书 Facebook YouTube和YouQoo 再来就是 系统超级平台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产品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产品的见证 和事业的见证分享 那大家呢 也可以把分店 带进去这个平台呢 一起学习 只要呢 我们懂得 善于利用这些系统 所提供的资源 那就是借力 实力 扫背力 那 各位来宾 E环球 以EVG系统呢 将协助您 开创国际事业 实现同时享有 金钱 时间 以及健康的人生 那我金尼呢 在此呢 代表系统 欢迎您的加入 预祝您 创业成功 美梦成真 谢谢 非常谢谢金尼 讲师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 选择对的平台来创业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刚才金尼讲师 有分享到 关于我们E环球的食品啊 它是根据我们 EA米学所研发的 所以我们的产品 它非常的有效 独特以及安全 那相信大家听了那么多 一定会想要了解 到底有没有人 透过我们的 营养美学食品 而改善了 她的健康 那今晚我们 非常的荣幸 邀请到一位伙伴 那这位伙伴的母亲 她有多年的 B型肝炎问题 也因为要忙于 照顾家庭 长时间兼顾工作 那导致她 非常的忙碌啊 还有就是有 关节疼痛的问题 便秘等等 的健康问题 那么她的母亲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她的健康状况呢 让我们有请Jazz来为我们分享 大家好 我是Jazz 我想分享妈妈使用养生的心得 从小 妈妈在我眼中就有如家里的太阳 她照顾着家庭 孩子 处理大大小小的家务和事务 甚至还需要忙上自己的工作 她扮演着多重的角色 我知道 爸爸妈妈在抚养我们长大时 都会把全部的心思放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身上 却也不得已的把自己的健康先摆在一旁 我妈妈呢 本身就从事美容行业二十多年 从事这份职业 手需要常常冻水 长时间坐着 活动量少 用餐时间也不稳定 最近 我发现妈妈常伸素自己的脊椎关节 脚部关节 肩膀周围会时常酸痛 面对便秘的状况 甚至还摸到胸部 周围有小小力不明的东西等 让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非常的担心 我发现这一切都是妈妈老化的现象 如果妈妈健康出现问题 家里就会顿时失去太阳的热能 变得昏暗 影响整个家庭的美好了 我希望妈妈是老得健康 可以老得慢一点点 而且只要是女人都爱美 不管是哪个年龄层对妈 我妈妈也不例外 妈妈通过使用全身调理三个月 使用了高质量的完整植物营养成分 富含植物营养素 抗氧化剂以及多糖体 让它快速和修补身上的细胞与器官 在调理期间 妈妈每天都会使用一包 Soygreen搭配一包Immunity当早餐 下午使用一包Resin Treat当茶点 晚上睡前使用一包Berry Beet 而Resody和Rosie Time一天一包交叉使用 妈妈在使用的当儿更得到了Bonus 就是她的体型改变了 从前穿不下的裤子也能穿了 精神变得更好了 期间妈妈的皮肤 尤其是手和脸突然变得暗沉 可是经过坚持使用 让细胞持续滋养着 慢慢的妈妈的手也变得白展 脸也红润了起来 而妈妈多年的B型肝炎 也恢复正常值了 全部在妈妈的身上 我能感受得到 营养免疫学这一门科学 是可以让我们预防胜与治疗 而身体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当我们的细胞得到正确的营养滋养 免疫系统就会帮我们做 抵抗、清除、修补的动作了 而一环球的全身调理 它就能够全面让我们直接滋养 全身80兆细胞和9大系统 让我们得到一个方便 我相信只要让妈妈继续使用正确的营养 慢慢的妈妈的健康状态 就会得到更大的改善了 毕竟我们的身体 每天都需要靠营养去滋养它 而不是药物 对吗? 我们非常谢谢Jazz她的分享 那真的很感谢她的母亲 通过了营养民学的食品 赢回了健康 那通过三个月的全身调理 改善了她多年B型肝炎的问题 恢复到了健康的指数 不仅赢回了健康 还意外得到很多的bonus 那在这里要跟大家声明 我们一环球的食品 摊奶草本补充性食品 对健康维持有很好的注意 一环球从不主张任何形式的 自我诊断或是医疗 若您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 请寻求专业医师的诊治 OK 那我们今晚的创业说明会 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一位非常优秀 而且很年轻的大学毕业生 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她会选择一环球 来创业呢 还有她在从事一环球的心得 让我们热烈的欢迎静妍 哈喽 大家晚上好 那首先感谢系统 感谢上线 我是静妍 那我来自马来西亚 罗佛州八猪八侠 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 那在家中呢 我排行第二 那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那我其实啊 就是挺幸福的 从小生活安逸 那从来啊 就不需要为生活而担忧啊 那还记得小时候呢 爸爸妈妈就经常会送我们三姐妹 去学一些才艺 就比如美术 唱歌 还有学钢琴等等 那长大后呢 就是我和妹妹想要学古针 就直接花钱让我们去学 所以真的要很感谢父母啊 那我的学业 也可以说是挺顺利的 中学毕业后 我的成绩还不错 但是啊 当时我非常的迷茫 完全就是不知道 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啊 那爸爸妈妈 问我想去 哪一间大学 或者是修读什么科系 我通通都没有这个想法 那原本呢 就想就随着姐姐的脚步呢 就是去台湾上大学 就是修读语言系 那时呢 还成功拿到了 辅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不过父母就建议我 就去马来西亚 他们大学修读会计系 那由于我成绩不错 还拿到了全面的奖学金 那读了三年呢 就在2020年毕业了 那大家还记得啊 就是两年前 事件发生什么大变化嘛 那就是新冠疫情的爆发 当时封国封城 我连毕业典礼都没得参加 就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 直接回家了 然后就是 安全就是没有毕业典礼 没有穿毕业袍 也没有戴四方帽啊 就只有从大学 寄到我家来的这个文凭啊 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知道自我安慰一下 设计了这张照片 那这就是成为我人生的 这个一大遗憾哦 那其实呢 在两年前就是毕业啊 就等于失业 因为疫情的爆发呢 许多企业啊 纷纷倒闭 甚至裁员减薪 就业机会减少啊 再加上呢 不敢出去找工作 就怕感染上这个新冠病毒啊 就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 那这时啊 我的贵人出现了 也就是我的中学音乐老师 同时啊 他也是我的邻居 那有一天呢 他就是正好来我家里做客 那当时他就跟我分享了 一环球事业 那他当时 我记得他分享了很多 不过啊 最新衣我的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那有两个重点啊 那第一呢 就是一环球事业 在家就可以做国际赚美金啊 那现在全球通过膨胀 那马币点值啊 现在一美金 大约就等于4.4马币耶 所以说我们只要一分更云 就能得到四分的收获 那不需要离乡背景 在自己的家乡 就可以赚美金了 然后花马币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那第二呢 就是跟我本身的这个性格有关 那我本身从小就性格非常的内向 主要就是没有话题跟人交流啊 所以每次都是静静的 那其实我没认识一环球之前呢 我挺向往就找到一份 可以让我居家办公的工作 那没想到一环球事业啊 竟然完全符合我所想要的工作方式 所以啊就给自己一个机会 来研究探讨一环球这份事业 那以前的我呢 就是只想着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那这一份稳定的收入 那过着招举玩物的生活 从来没有想过要创业 直到我接触了一环球 那我才了解到 原来有这么一份事业啊 是可以让我同时享有 时间金钱以及健康的 那由于呢 就是想要体验一下 这个招举玩物的打工生意啊 所以我就找了一份 会计相关的工作 那可是我仅仅只是做了两个月 我就辞职了 那当时呢 有一位同部门的同事啊 请产假去生产 后来呢 又有一位同事啊 离职啊 所以他们的工作量 就落在比较资深的同事身上 他们呢 就得经常加班到很夜才回家 可是薪水却没有增加 真的是很辛苦啊 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那这两个月的这个打工生活呢 真的让我深深的感受到 就如系统教育所说的 职业与事业真的是有区别的 打工啊 真的没有自由 时间和收入完全被老板掌控 付出和收入其实不一定是成正比的啊 那反观 一环球事业呢 就可以让我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选择我所想要的这个工作方式啊 来工作 真的很自由 那之前的我呢 从没想过创业 但经过老师这样一分享呢 我才知道啊 原来收入呢 就是有分为生存性 发展性和安全性的收入 那这场疫情啊 我深深感受到 不管是处于打工所赚取的 生存性收入 或者是当老板所赚取的 发展性收入呢 都在这场疫情中 就是受到巨大的影响啊 那唯有通过倍增 才能在这经济电波的时期呢 收入不但不受影响 反而能赚取安全性的收入 那一环球事业 另一个很吸引我的呢 就是免费加盟 每个月啊 只需要投资自己的健康 那通过在线上做健康教学 以及分享创业资讯啊 我们就能在网络上开分辨 然后赚取倍增式的收入了 那当初我不敢想创业 其中一个原因呢 也是我没有经验 那根本不懂得如何创业 然而呢 我看到EVG系统啊 有一套已经被印证成功的教育啊 然后已经引引了无数的伙伴呢 达到成功 而且啊 还有上线一对一指导哦 可以让我从外行走物内行 少走许多冤枉路啊 那系统风雨不改呢 一年举办超过300场的培训耶 而且大部分都是免费让我们来学习 真的是要感谢系统啊 那我还记得有一场成功大会 看见有许多跟我年龄相近 甚至是比我还年轻的这个三冠领袖啊 那他们的分享就震撼到我了 也让我相信 我是可以在这份事业上成功的 那在一环球呢 我们年轻人真的可以轻松的创业 因为无需资金 无需存货 寄货 那一切的物流风险呢 就是由公司来承担 我们不用担心各国的这个货物运输的法律啊 和汇款方面的问题啊 因为公司已经帮我们处理好这一切了 我们呢 只需要分享营养预约学以及创业资讯 在线上天天开店 那做产品的代言人就好了 那此外呢 营养预约产品一共进行了2000多种的安全检测 那无论男女老少 甚至孕妇啊 都可以使用 而且许多人呢 就都因为营养预约学而隐回的健康 那这让我和家人啊 很放心的天天使用那个营养预约学的产品 那加入一环球 这一段时间呢 我有很多的收获 就想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呢 就是因为了健康 那我从小就是不爱喝水 也不爱吃蔬菜 非常的挑食啊 所以就有非常严重的这个便利问题 那还有精气不准的问题 那通过了解的营养民意学呢 以及了解养生途径的这个正确知识 再配合使用营养民意学的方便食品啊 那我健康上的问题 终于得到改善啊 不再有这个便利 精气也准时报到啊 那还有一个bonus 就是我的皮肤呢 也变得亮丽了 这让我非常的开心啊 那稍等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改善健康后的照片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我中学时的照片啊 因为我以前就是不大爱拍照 因为皮肤都没有很好 所以就只能找到这么一张 然后呢就是 右边呢就是我最近才拍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气色 是不是变得比之前是好很多了呢 那再来呢就是生命成长 那刚才呢 我跟大家说 我之前的性格 真的是又内向 又无辟啊 那除非有必要呢 不然啊 我是不会和别人聊天交流的 那我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IG这些 那我都是有账号的 但我以前呢 就是并不会发布 这个任何的东西在上面啊 特别是我的照片 所以要我在线上曝光 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啊 那感恩呢 我的上线啊 耐心的个人栽培 以及不断的指引我啊 教导我 让我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那接着大家的掌声呢 来感谢我的上线 谢谢大家哦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稍等 学一下 左边这张图呢 就是我和上线的合照 真的很感谢他 那右边呢 就是我们做一对一训练的照片 那经过上线的教导呢 我了解到 我在线上呢 不是要当明星做网红 就是要 而是要在这个线上做教学啊 那我们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传讲由 世界著名营养养育学家 陈昭慧博士 所创办的营养养育学 那通过这一门预防育学啊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 那再来呢 就是提供网络创业 及思维的培训 让更多的人 可以创业成功 那我开始呢 就是慢慢接受啊 在线上做直播 拍视频教学等等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已经啊 和我的上线 合作进行了 三十多场直播哦 这些 这些就是我和上线 做的一部分直播的照片 那再来呢 就是我做的一些 这些视频教学的 这个照片啊 那朋友啊 都说我越来越自然 做得越来越好了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啊 就是下面这是比较久的 然后上面就是 我比较最近的 这个拍的视频啊 所以我也开始爱上啊 做视频直播咯 那还有啊 就是我很喜欢 我们的团队 每个月举办的 这个读书会啊 那我每天也会读 生命成长的书 有时呢 我会把它 以及我的读后感 就发布在线上 那这就是其中的两天 我发布在线上的 这个成长片 然后在这边呢 想和大家分享 我特别有感受了 这一则 那它就是来自这个 人生的平台 第230页 人生与爱情 那这个主题里面的一段话 那里面就有提到啊 生命需要交流 因为通过交流呢 才能打开你自己 听到别人的声音 进而明白别人的心 那你想得到别人的关爱 不是伸出手就有的 你必须学懂啊 先去关爱别人 生命的交流 不是交易 那你一有计较的心呢 交流啊 便会变直 先不要问交流啊 有什么好啊 这会把你影像功利的思维 那不如呢 先主动开放自己 那体会啊 在交流过程中的愉悦 那这是生命的秘密 我有经历过的人 才会知道 那这一段话呢 真的启发到我啊 要打开心 与人交流 那打开门 才能看到世界啊 而不然我们就只是 顶底之蛙而已啊 那通过读书会呢 我才发现自己 真的实在是太封闭了 人在世上 就一定要有朋友 所以我开始打开心 那这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参加读书会的照片 那以前呢 每次参加会议 我是不愿意打开镜头的 也不想与他人交流啊 现在呢 我开始打开镜头 就学会表达 不再沉默了 那现在我每个会议呢 都一定会来学习 那打开摄像头 与大家分享课后的这个学习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和伙伴们 一起参加系统会议的照片 好 那最后呢 就想在这里啊 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改变是痛苦的 但不改变啊 是痛苦一辈子啊 那我们想要一辈子的痛苦 还是一时的痛苦呢 那我相信大家都只想要一时的痛苦 对吗 那以前的我 真的很不愿意改变的 那现在的我呢 很想要改变 那改变呢 就要从我们的思维开始 因为思维改变行动 行动改变结果 那在这里呢 我祝福大家可以越变越好 那预祝大家创业成功 美梦成真 谢谢大家 在这里我真的非常强烈的感受到 静言他的改变 那真的很谢谢静言的分享 那他看准了一环球 试验的机会 立志的跟颈系统 跟颈上线 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排除万难 勇往的一直在前进 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静言的分享 感谢他带给我们如此精彩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就来到我们活动的 问你答Q&A环节 那在这里线上的朋友们 有任何问题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们 就是透过Ummu的方式 或是直接打在chatbox里面 我们的问你答小组 将会为您解答 那让我来看看 留言板这里有一个问题 是讲说家人反对 我经营一环球事业 该怎么办呢 那想请问一下 线上哪一位Q&A讲师 可以为这位朋友解答呢 主持人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你 稍等 大家晚上好 我是秀慧 稍等一下 OK大家晚上好 我是秀慧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可以理解 我们的家人 反对我们来经营 这个事业的心情 因为我家人也曾经反对 我来经营这一份事业的 他们反对 其实有很多原因的 其实其中呢 包括怕我们忽略了 陪伴他们的时间 怕我们受骗等等 他们还没有看到 在这个网络 创业成功的例子 所以觉得这个平台 很不踏实 也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 我看过有一些公司的制度 很吸引人 但却 需要投资很多的产品 然后又卖不出 导致囤了一大堆的货 在手上 有一些更长 就像这个图片里面 所写的 非法公司 金钱游戏 money game 那要怎样才能够 辨认出一家公司 是否属于非法的 money game公司呢 通常加入会员 都需要投资几千 甚至三万块 没有产品的 而且他们就会告诉你说 赚快钱之类的 哪里需要卖产品的 让我感觉他们很神秘 摆明就是 非法的金钱游戏公司 其实 他们的盈利来自 于下限的本金 只需要拉人头 一起来投资 其实加入这种公司 风险很高 因为公司短期会崩盘 崩盘不是因为 公司不赚钱 而倒闭 而是这些 非法公司的计谋 他们原本就打算 捞一笔就走 所以现在我们明白 为什么家人会反对我们 因为他们不了解 一环球事业 他们担心我们加入的是 这些公司 为了让他们放心 我们自己首先要了解 一环球 要很确定 一环球不是一般的 非法公司 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来了解 一环球创业的平台 也可以跟上线配合 展示一环球事业 让他们了解一环球的趋势 除了深入了解 刚才讲师所说的 一环球已经符合公司 产品制度 市场和教育 其实必须要探讨 探讨我们所追求的 到底是哪种收入的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 工作是属于生存性的收入 这包括了 微商 上班族 还有专业人士 他们都会面临 有做 有收入 没做 就没有收入 万一健康倒下 或交通意外 就手停口停 而且收入有限 无论多努力工作 想要增加多一倍 都很难 因为收入是 靠个人时间和体力换的 原本已经钱不够用了 还要面对人工智能 互联网大时代的冲击 在这一个疫情 期间 生存性收入的人 更是雪上加霜 因为可能会面对 减薪和裁员 那另一种收入是 发展性的收入 就是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 做老板首先要投资 那资金还没有做到 生意就要 想各种的管销费用 租金 工钱 水电费等等的 这个负担 很多时候生意是做到了 但是收不到钱 设账 风险 再来就是经济风暴 经济学家统计过 每十年一次的经济风暴 俗话说传统生意 赚十年亏不起一年 近年来 整个互联网的大趋势 加上突如其来的疫情 改变了全世界 现在流行的是 赚十年亏不起几个月 除非我们能够来到 安全性的收入 什么是安全性的收入呢 其实全世界只有 三八仙的人处于安全性的收入 这些都是很早就洞察到互联网大时代的人 他们懂得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市场 在互联网大时代 崛起成为各种网络的大企业家 大集团 成为少数的三八仙 拥有安全性收入的人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造船渡河 为何不借船渡河呢 其实一环球这个倍增式电子商务 就是一个帮助无数平凡的人 过着时间自主经济独立 所以在一环球创业 我们除了不需要资金 囤货 代购以外 也不需要任何学历背景 这样一来 市场就更大了 成功机会自然也就更高了 而且一切的产品 奖金发放 行政都由公司全权的负责了 公司包办一切的 包括物流汇款 选择一环球事业呢 不但是选对的平台还是零风险 在线上做分享 做教学 这样明天就有400个小时 这也是 倍增的时间 而这100间网络分店 每一间分店都懂得做教学 服务20个消费家庭 那您的网络 一共就有2000个消费家庭了 而每一个家庭 每个月 消费200美金 那您就有400千的业绩 这个就是倍增业绩 乘以 18%的奖金 就有 4万块美金的月收入 这个就是倍增收入 所以通过一环球事业 在网络开分店 能够让我们创造 倍增分店 时间 业绩 跟收入 相信这个才是我们所要的 安全性的收入 如果我们的家人 也了解一环球事业 是那么的美好 他们一定会乐意来 支持我们 以上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在这里非常谢谢 修会的专业分享 那相信他的回答 有替这位线上的朋友们解惑 那请问线上的朋友 还有其他问题要发问的吗 让我来看一下 好 没有 那目前暂时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今晚的未答环节 就在这边结束 那